嗨 大家好 我是Sonia 我是Kent 我們今天影片要來示範Kent的拿手菜 那就是 Guacamole Guacamole 酪梨沙沙醬 今天所需要用的食材是 番茄 香菜 洋蔥 酪梨 鹽 胡椒 還有檸檬 第一個我們來處理洋蔥 先把洋蔥切成對半 剝掉外皮之後 切掉底部 然後留下根部 接著我們要把洋蔥切丁 一隻手將洋蔥壓在砧板上 另一隻手拿著刀從剖面橫切兩到四段 切的時候要將刀的力道往下壓才不會切到手 接著我們沿著洋蔥的紋路下切 再讓它轉向切丁 你在剖面跟皺面切的到處會決定洋蔥丁的大小 如果擔心靠近根部的洋蔥沒有切好的話 可以再用刀再稍微切一下 最後我們把洋蔥泡入冰水冰鎮10分鐘 消除它的嗆辣味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番茄 我們做沙沙醬時只需要用到番茄的皮 所以剩下的部分我們可以來做其他料理 番茄處理方法是先把上下兩端切下 剩下中間部分用滾的方式 把皮取一下 接著我們把番茄皮面朝上疊在一起 切成條狀然後轉向切丁 再來要處理沙沙醬的靈魂人物香菜 我們先把根切掉 接著再把香菜疊在一起 這樣切的時候可以一直切到比較大把 在切的時候記得刀子要往前用這種有點滾的方式往前切 而不是直接用剁的方式 這樣剁的其實也可以 只是這種切法比較不會把香菜的水分擠出來風味會更好 最後就來處理我們這次主角酪梨 那這裡想教大家一些挑選酪梨的小訣竅 加拇指和食指並濃 記住這塊肉捏起來的感覺 拿起一個酪梨測試它的側邊上方跟下方是不是差不多的軟硬度 雖然通常酪梨變成紫色就代表熟了 但有時候會遇到過熟的狀況 過熟最明顯的是你可以感覺到它的皮跟果肉是分開的 那這些畫面是我們後來才不拍的 我們當時在買的時候並沒有買到夠熟的酪梨 那遇到這種情況你可以將酪梨跟香蕉放到一個紙袋裡面加速催熟 那接著就開始處理酪梨 首先先把蒂頭拿掉 接著拿著刀順著酪梨的形狀轉一圈 之後只要輕易一轉就可以將酪梨分成兩半 最後我們將刀子敲在果盒上把它取出 通常是很容易取出 只是因為我們這次的酪梨還不夠熟的關係 所以果盒還黏著果肉 那遇到這種情況下也可以用刀繼續沿著果盒切 把它切成四等份 最後把果肉取下剝皮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把酪梨切丁 如果你對刀比較熟悉的話 可以把酪梨拿在手上切 或是我們可以在切板上 將它切片躺平之後再切一條切丁 我們這裡選擇是用切的方法 而不是壓成泥 是因為要增加酪梨的口感 那最後我們要把所有切好的食材混合加入調味料 冰鎮的洋蔥記得要事先先撈起來瀝乾 我們盡量降低所有食材的水分 讓它味道更好保存也可以更久 接著我們擠入檸檬汁 鹽跟黑胡椒 拿湯匙稍微攪拌之後 我們蓋上蓋子搖一搖 用搖的方式才不會破壞我們剛辛苦做出的酪梨口感 最後將果可莫莉盛盆 再拿出一包DORITOS就可以沾著吃啦 Kent做的這道果可莫莉 每次在聚會的時候都會很快被掃光 很推薦大家可以試做看看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食譜分享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記得幫我一個like或是訂閱開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